清漫霍乱新疆的阿古百出身的浩瀚国本来就和清朝实力相差巨大 浩瀚国自己也自身难保 因此这个浩瀚国军乏凭借的不是浩瀚国的国力 而是坑 懵 拐 贱的巨量充分利用了形式 外加一些运气才占据了新疆 进入新疆初期 阿古百就展示了自己当轮同时的本事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四处忽悠别人加入自己的队伍 在宗教信仲面前 他是虔诚的信徒 以至于布哈拉汉国的君主都称他是战士的导师 是受战士 但这个屠夫对宗教也只是利用 在进攻和田时 他以朝剑为理由进城 进城后却对全城的信徒展开大屠杀 在进攻乌鲁木齐时 面对上百名宗教信徒 手持经书的指责 阿古百直接用大炮将这些信徒杀死 阿古百利用何卓家族的威望 骗来了数千大军 在雨一丰满后 就彻底将何卓家族丢在一边 堵死了自己的合作伙伴 阿古百发行的货币除了坑同样的较重 这个骗子还能欺骗新军将领 新军和浩瀚国交手过 何不云等新军将领的历史知识却不咋样 一见这个骗子就被他忽悠避上了贼船 阿古百不但能忽悠政府军 还能忽悠黄汉 新疆乱世中著名的汉人豪杰徐学公 也一度被他忽悠 不同网上的键盘侠 徐学公在新疆乱世中可谓是汉人的中流赌注 他最初只有二十多个小伙伴 进国苦战硬是打出了五千多人的队伍 庇护了上万户汉人民众 阿古百见到徐学公后 拍着胸腹表示 自己为清政府效力 只要徐学公帮助自己夺取吐鲁班 他就会将南疆反给清朝 徐学公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了一些 就这样被他忽悠着帮忙打下了吐鲁班 阿古百是兵 阿古百是地道的人渣 但不可否用的是这个人渣的运气相当好 在叶尔枪攻城战中 他进攻失败 攻城的部队全做了秒寿散 他本人慌不择路跳进了护城河 眼看阿古百就要生擒 他手下一个名叫诺海默德巴巴的石夫长正好路过 把这个恶魔放在自己马上后 两人逃出升天 进入新疆初期 阿古百由于疾悉安齐元士兵缺乏 他不得不经常领头冲锋 也经常多处受伤 但从来没有受到致命伤 阿古百士兵 阿古百在新疆大开杀戒时 浩瀚国被沙俄和布哈拉联手进攻 祖国的不幸变成了他的幸运 浩瀚国战士患上了孔恶症 压根就不敢和战斗民族交手 看着自己的祖国变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 阿古百的成功刺激了这些浩瀚国的勇士 他们纷纷来到新疆 效忠阿古百 就这样上万名浩瀚国的士兵成了他的嫡系部队 左宗唐西征前 阿古百已经建立了总兵力为三万五千人的常备军 和一万人左右的东丹人团列 总兵力已经可以和强盛时期的浩瀚国相当 阿古百因此在新疆过上了四亿万维的生活 前新疆百万人口中被他宣判处死的人 就有四万多人 加上此前在河田等地的屠杀 他才忍杀死了新疆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 成了新疆各族人民眼中的公敌 反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 冷兵器研究所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主电源阔 作者李从家 任何媒体过者公众号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为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获取 作者李从家